这个国王是变态 最大的癖好竟是养跳蚤 在国王的精心照料下 小跳蚤长成了小猪猪 初见时 跳蚤还是普通大小 国王本想拍死它 但这小跳蚤格外乖巧 似乎能看懂国王的心思 能跟随指令 在国王的手中跳来跳去 这奇妙的体验 可比公主的弹唱有趣多了 敷衍的鼓掌后 国王就起身离开了宴会 留下公主和大臣们不知所措 带着跳蚤回到房间后 国王用羽毛笔扎破手指 让跳蚤稀释自己的血液 等跳蚤吃饱喝足后 又拿来一个 带有软垫的精致玻璃盒 带到跳蚤睡下 拿起放大镜细细的观赏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用自己的血喂养几天后 跳蚤长到了花生般大小 为了时刻陪伴它 国王都已经不理正事了 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 用各种零件给跳蚤做些小玩具 别看国王对跳蚤这么周全细心 可对自己的女儿 却是不管不顾 如今的公主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 正满心憧憬自己未来的爱情 这天吃饭时 公主提出了 想要结婚的意愿 希望国王给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 国王嘴巴上答应了 却又是一番敷衍了事 听到公主说牛排全是血水 国王立马想到了 自己的跳蚤大宝贝 端起牛排就回到了房间 轻声细语的呼唤跳蚤出来 几天不见 跳蚤已是以前的百倍之大 国王把半熟的牛排位给她 轻轻抚摸她的后背 见她吃得如此欢快 国王内心OS 真是爸爸的好蛋 可一天夜里 国王紧急召唤御医 原来是跳蚤生病了 御医进到房间后 整个人都吓傻了 谁见过这么大的跳蚤 御医撞着胆子 给跳蚤进行问诊 结果就是跳蚤因为每天吃得太好 又缺乏运动 得了三高不治身亡 失去跳蚤的国王悲痛欲绝 御医领走之前 国王再三叮嘱 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国王竟主动找到公主 说要给公主找一个如意郎君 但必须要通过他设立的考验 只有通过的男人 才能成为公主的丈夫 男人认真摸了摸眼前的皮革 随后揪下一根毛发 小眼神一对 自信满满地达到 原来这就是国王的考验 别人抛绣球定亲 这个国王猜皮革许配公主 考验看起来不靠谱 但国王却胸有成竹 眼看一个个挑战者 失望地离开 国王得意极了 而公主也松了口气 因为眼前这些男人 都不是他心中所喜欢的模样 就在这时 一位相貌英俊的骑士 走上了舞台 公主看到他后 眼睛都开始放光 显然是心动了 公主叫停到了测试 然后凑近国王 急切地询问 这块皮草到底从何而来 国王本不想回答 可耐不住公主的撒娇 便得意地告诉了公主答案 公主听完 瞬间就熄了火 这竟然是那只跳蚤的皮 要是有人能猜出来 那真是奇了怪了 不出所料 骑士也猜错出局了 突然 围观群众一阵骚动 一个长相奇怪的野人 闯入了宫殿 为了显示自己宫体 国王招手让野人进来参与考验 他不相信这个野人 能说出正确答案 然而野人走到皮草前 用鼻子仔细嗅了嗅 立马就给出了答案 国王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 公主听完后又惊又怕 提着裙子就跑出了宫殿 他跑上城堡的顶层 想用自杀威胁国王拒绝这门婚事 可国王为了维护自己的威心 只能印下这荒唐的婚约 在他的怒骂中 公主从高台上走了下来 随后公主哭着走出城堡 来到了等候多时的野人面前 他粗鲁地抓过公主的肩膀 转身就往家里走去 走了大半天 细皮嫩肉的公主哪受过这种罪 很快就体力不知倒在了地上 此刻的野人 却表现出了他的温柔 他背起公主很快就赶到了家中 野人背着公主 爬上了万米峭壁 经过一天一夜的赶木 终于回到了 位于山顶的野人家中 这个地方一旦上来 估计一辈子都走不了了 看着满地的残骸 公主害怕极了 想要逃走 但却只能坐在悬崖边 看着城堡的方向默默发呆 日子一天天过去 原本华丽的衣裙 在公主的苦苦爱求下 女人答应将她解救出来 但这里低势险峻 独自一人难以拯救她 于是两人约好第二天再见 熬过艰难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 公主趁着野人不注意 偷偷溜到洞穴外 看见了女人的儿子 原来女人一家是马戏团的 儿子正好有一门走钢丝的记忆 只见她一把扛起公主 走上了事先架好的绳索 朝着悬崖的另外一边缓缓前进 可就在这时 野人察觉到了不对劲 正当他们快要抵达对岸时 野人追了上来 凭借强壮的手臂 两三下就靠了过来 眼看野人要攀爬上来 对方连忙割断了绳索 公主终于逃了出来 马戏团一家带着她 朝城堡的方向赶去 突然野人破车而入 原来刚刚她并没有摔死 野人和马戏兄弟扭打到一起 但野人不论是体型还是体力 都是强出一大截 很快 兄弟几人就被野人送去西天 幸存的公主和母子二人没跑多远 就被野人追了上来 不死野人 反而更加激怒了她 直接将小儿子掐死在地 女人见状想去救儿子 结果也跟着一命呜呼 公主吓得头也不回地朝前跑去 可山谷的尽头是死不痛 只能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 野人追来后 本想一把掐死公主 奈何有些不忍心 下不去手 见此情形 公主答应跟她回去好好过日子 然而就再野人准备背上她时 另一边 国王在失去跳蚤和公主的打击下 久病成疾 这是宫女跑来告诉她 公主回来了 听到这 国王拖着病体 连忙迎娥出去 这就是你为我选择的男人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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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弥补公主 第二天 国王为她举办了加冕仪式 全国的贵族都来为她庆祝 可公主却只在意 头顶的钢丝表演 眼神中已经不再有过去的天真烂漫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棒的奇幻故事 看似天马行空 违背人情势里 却又挖掘的还是人性本质 关于贪婪 关于欲望 正如最后一幕 活着仿如火疗线上走钢丝 有时魔幻感或许并非原自特效 而是浑然天成的气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跳蚤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